好,那現在來帶著大家去排一次版這樣 去理解一下怎麼樣子排版 所以實際的跑一次,你們可以去把這個東西下載下來 這個東西是我已經把HTML建置完成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來做一些CSS的設定這樣 所以你可以打這個短連結,你就可以得到我們的檔案 那我們的檔案你打開之後會發現有兩張圖片跟一個HTML 都下得下來嗎?還沒? 全部三個檔案都一起下載下來 因為圖片你不喜歡你也可以找別張 好,假設你們都已經下載下來了,那我們就繼續 現在你得到的網頁我們可以打開一下它長得怎麼樣子 它可能長得像這樣 你們打開應該目前長的是這樣子的網頁 你看這樣子的網頁其實就是一個響應式的網頁 其實最傳統的網頁它就是響應式了 只是因為我們後來去設定了一堆東西 讓它不是那麼響應式這樣 OK 好,那這裡沒有問題了之後 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我們現在希望把這個網頁變成右邊這樣子 可能花個 大概在十一點半左右 我們可以讓網頁變到這樣子的程度 對,就大概去排版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怎麼排 首先你看到剛剛那樣子的網頁的時候 是你心目中的樣子 那你有了這個雛形之後 你要開始對這個網頁去設計一些結構 對,所以我就會開始去想一下我要怎麼去做 比方說我在一開始的時候 必須要一個最上面的那一欄去涵蓋LOGO 你可以看到我最原始 我看到這個網頁,我的想法是什麼 我把它切成一欄一欄的 這是我們的第一欄 然後NEV是第二欄 然後這是第三欄 然後第四欄有左右兩邊 然後第五欄是我們的Footer 對,我大概把它切成五欄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這個頁面的時候 我也把它切成五欄有沒有 第一欄是LOGO 第二欄是NEV 第三欄是我們的Slogan 第四欄我們的Content分成左右兩邊 第五欄是我們的Footer 當有這樣子的概念之後呢 你再去看一下我這樣子的網頁 你有沒有發現我隱約有一些些 對齊雖然沒有對得很好 大概長得是這樣子 對,那去做這樣子的對齊 如果我們不做這樣子的對齊的話 所有的東西都會貼齊在最左邊 當它這些東西都貼在最左邊的時候 其實沒有那麼好看 我們東西會變得有點醜有點發散這樣子 所以我們 我這裡就去畫了一條虛線 我希望呢 這個LOGO可以最左邊就排到這個虛線 我希望Menu最左邊也是排到這個虛線 那其他的東西都是 擠在這個左右兩邊的這個虛線裡面 對,才不會過度的發散 然後導致於很多東西沒有辦法聚焦 那這樣的概念 有了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去做事情了 對,首先我們先把我們的這個網頁 而且 通常我會開一個sublink text 先把這個東西刪掉 然後我們可以把這個資料夾移物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三個東西 好 這三個東西沒有問題了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Practice 看一下 傳統我的HTML怎麼打 所以這個HTML是個人的習慣 對,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剛剛的Header 有沒有,我在Header的部分我用了一個H1 H1裡面我去包上了我的Logo 我的Logo就是這個英文字 然後再來第二欄是我的Nav Nav裡面包了一個Ul Ul裡面有四個LI OK 然後再來 有一個section 叫做Showcase 就是我們剛剛的Slogan 那再來 下面是一個main 這個main呢我們分成左右兩邊 一邊是article 一邊是asside article是我們左邊很多文字的這一塊 那右邊的話是我們的asside 就一個比較小段的文字 一個大段的文字配上小段的文字 對,那你可以看 注意看我的article裡面也是有一些細節 有些是h3 有些是p 那最下面的話是我們的footer footer的話就是copyright 然後加上我們的copyright的符號跟 2022跟這家公司這樣子 對,那這差不多就是我們的HTML 那你在觀察這些HTML的架構 觀察完了之後 第二件事情你要開始觀察我的ID 跟我的class 你可以看到我給他了一些 即便他是header 即便他是section 我都會給他一定的ID 因為我可能要求他 我怕我之後還會有其他地方是header 應該是不會有啦 我怕我其他地方會有section 所以我都把他們取了獨一無二的名字 OK 那取完獨一無二的名字之後 我們這個ID確認了完之後 再幫我看一下我設定了哪些東西的class 我目前有幾個class 我不是只有一個class 叫做container 那我的container設在哪裡 我的container去設在了一個hy 然後去設在我的ul 去設在我的section 去設在我的man 所以我們那五欄每一欄 我基本上都去設定了container 有沒有 footer沒有 然後至少這裡有 為什麼這裡要有 因為我這個東西必須擠在這裡 我必須擠在這裡 所以我去設定了一個container 我如果設定80% margin in auto 是代表這兩個 就會幫我置中在中間這一塊 他就不會去扯到旁邊這些事情 那我如果slogan這裡有一個 遵從container 就是我們的80% 然後margin in auto 他是不是也在中間 那我的這裡 是不是我要讓他在最左邊 是不是也去遵從我們的container margin in auto 然後跟wide等於80% 那local也是一樣 所以我只要在這四個東西 都去設定container 然後都是去設 這個container的統一標準 就是margin in auto 跟wide 80% 他們通通都會遵從 我們排版起來就會很簡單 我就不需要每次都去對說 幫我margin level的5% 然後margin level的5% 搞這個搞到最後就很辛苦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做法 是通通設定container 好 當這裡沒有問題了之後呢 我們去開一個檔案叫做 practice.css ok 然後我們就開始去看 怎麼去寫這個程式 這個程式他一開始去設定了 body margin 0 就是代表我們一開始都必須去做到 把一些東西歸零的動作 所以body的margin設定0 就會把旁邊的白邊消掉 那再來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們最重要的container 我們的寬度必須設定80% 然後讓它置中 然後再來我們的header的話就是 把background設定一個珊瑚色 然後跟它的文字設定一個白色 然後header的h1就是 header裡面的h1 它的line height必須是1.61m 1.61m就是指說 原本我的這個logo 我是藏在h1裡面 那這個h1 它假設它原本可能是32px 那它必須是32px乘上1.6 所以就是這個1.61m的意思 它比原本的h1的概念還大 對 無論我們現在的標籤的大小是如何 它就是乘上1.6倍 對 這就是我們目前以上的設定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 設定這個body 然後我們可能是叫做margin0 那再來就是container 那這個container我們就要去設定 它的寬度是80% 然後margin0 auto 然後再來是header 我們要去設定它的顏色 是珊瑚色 然後設定它的文字的顏色是白色 好 設定完了之後是header的h1 我們這裡要去設定它的line height 1.61m 好 設定完了之後我們來看一下目前的網頁 它已經出現這樣子了 OKOK 感謝 margin0 auto它就是可以幫助我們置中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設定了這些東西之後 目前的網頁已經把最上面的這一層弄出來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line height 航高的意思是什麼 如果把它拿掉 它是這樣 你可以看到文字跟我的 我的h1的這個文字 跟我的整體這個橘色的nevbar的 高度是一樣的 它是塞滿的 但是如果我設定了航高 我的航高是我的1.6倍 就代表我原本的文字是1 我的上下各有0.3的概念 對所以它保留了一些空隙 讓我們的網頁看起來更好看 對這就是我們line height的作用 那這裡設定完了之後呢 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第二件事情我們開始去調整我們的nev 我們nev就是我們的導覽列 在導覽列裡面我們要去設定一個顏色 這顏色我們可以隨意的設定一個顏色 然後也一樣給它航高 那完了之後呢再去用li 就是指說我裡面的這些元素呢 它必須要去排橫的 排橫的之外 我還必須去控制他們之間的間距圍合這樣子 然後去把我裡面的這些很醜的超連結去拿掉 所以我們的text decoration必須改成num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去設定我們的navigation 我們的顏色呢是background等於這個 然後去設定它的航高 line height 1.612 然後nav裡面的a 我們可能要設定text decoration等於num 然後color可以給它white 我們來看一下目前的排版 這樣 它變成排了一個灰色一條線 然後它彼此之間有一些些寬 沒有間距所以我們可能要5px auto 等一下 我們上下可能可以 都5px好了 這樣它就有一些間距了 但是可以發現它的上其實沒什麼作用 ok 好 這裡也調整完了之後 nav li a 就是我們針對nav裡面的li 裡面的a標籤去做設定 要去設定一個text decoration等於num 然後再去設定它的顏色等於white 這樣 那現在我們就也把選單列搞定了 那選單列也搞定了之後 我們接著再繼續往下 你可以看到showcas showcas這裡怎麼做呢 你可以去看到我的showcas去設定的一個min height 最小高度是250px 對意思就是指說 我最小最小也要250 但是當我內容更多的時候 它可以再變得更高一點點這樣子 這就是min height的作用 那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有一個background image URL 這個background image是代表說 我可以在這裡面的底圖設一個顏色 我們剛剛 我們的showcas是代表這個長方形 這個長方形我需要設定一個底圖 那底圖的話就是這張jpg 那針對這張底圖呢 我可以去設定它的位置 我要這張底圖的中間的右邊 的那個區塊 對然後它就可以幫我們去取得中間的右邊區塊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你可以比照一下我們現在取到這張圖片哪裡 應該差不多是這個位置 對不對 中間右邊的區塊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去看你要哪一個區塊都可以 這是background position的概念 那另外就是text align text align的話就是代表說 我的所有文字必須是置中的 然後我的padding top就是說 我跟上面要有50px的距離 那我的box sizing就是 去設定border box 就是代表說 我無論去設定的padding什麼 這些東西都要內涵這樣子 對不要外加 因為傳統是content box 然後再去設定一個margin 20px 就是代表我跟上面要有一些空隙 然後我跟左右的話我要置中 先到這裡我們來打一下 showcase 那 我們去設定一個background image uil 看一下是不是這張圖片 好 然後background position center right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要去做哪些設定 喔他還去設定了一個最小的高度 250px 我們來看一下目前的網頁 他有一個高度出來 但是圖片沒有出來 然後就去看一下是不是我的哪裡去弄錯了 這個英文字打錯 background image 然後圖片應該就會出來了 那圖片出來之後 我希望這些文字可以擺在中間 所以我們可以說 showcase裡面的text line呢 必須要是center 然後他的color必須是white 然後他必須是 padding top可能是50px好了 然後你可以看到我們用了padding top之後 他這裡外掉了 所以我們必須用到box sizing border box 那設定完了之後你會發現說 這個紫色緊淋著上面 感覺非常的噁心 所以我們必須要設定margin margin可能可以設定一個15px auto 這樣 那他跟上下都保留一些空間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東西他有點偏上 所以我可能再給他一些空間吧 往下一點點 那我們就把這個東西他也做得差不多了 這裡東西也做得差不多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他又叫我們做了這個show1的h1 他可能是改他的顏色改他的size 那你要把它放在h1裡面去修改 或者是把它直接在showcase裡面去設定他的form size 都ok 因為目前這個showcase裡面只有一個文字 所以我在這裡修改也是ok的 我們可以去調整他的字型 40pt 如果是字型的話就是pt的概念 那你可以看到弄40pt就很醜 所以我乾脆不要改 保留目前這樣的狀態 很多時候其實盡量不要讓你的文字太大 因為你的文字如果太大的話那個質感會降低 ok 那這裡也沒有問題了之後 再來到下面這裡 下面的部分是像一開始跟大家講的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大的區塊把兩邊包住 一邊包article 一邊包section 所以你可以去看到我怎麼做的 我是用到flex的元素 用flex的話它才能是彈性的 然後搭配flex grow flex grow的話是用12去評分 你左邊分7 右邊分5的概念 左邊分7 右邊分5加起來是12 因為大部分的 在版面的編排 我們常常都會用12做為一個基準 對 所以你可以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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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然後你也可以8-4 或是7-5都ok 只是我現在想要的是做7-5這樣子 ok 那我們先來做一個man 那因為man它只是一個標籤而已 所以我並不需要再有一個景字號 那我們去設定一個display等於flex 那你可以看到我這裡去設定一個minheight 我這裡的作用是什麼 代表我最小最小的高度是250px 即便我裡面是空的 我都需要是250px 那你會說 你這樣子你就設定一個height就好啦 為什麼要minheight 因為今天我如果在這個文字裡面 放了更多內容的話 可不可能會爆掉 會爆掉 所以我必須去設定一個minheight 所以250px 那再來呢就是我們的article 然後我們可以設定flex score 然後可能是7 然後跟我們的 aside article跟 aside 其實這裡就不一定要設定 可能 可能我有 可能當時候在寫的考量 會覺得說 py我有好幾個article 好 那沒關係我們就針對 id是article 跟id是 aside 的來處理 aside aside 然後flex score 是5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目前的網頁 他已經幫我們精準的拆分成兩邊了 那右邊這裡我們剛剛看他是灰色 所以我們就給他一個灰色 所以我們就給他一個灰色 好 那你不上灰色還好 一上灰色你就覺得哇超醜的 因為這個文字已經黏到旁邊了 這個文字如果沾黏到旁邊的問題的話呢 我們必須出動padding來處理 padding 然後可能我可以上右下左都來個5px好了 好 這樣 我們通通都有一些距離 對 那你如果覺得5px不夠 我們可以來個10px 好 那你可以看到現在的網頁看起來就比較舒服一點 對那 到這裡呢 如果都沒有問題的話 就可以繼續往下 因為這裡的話就是一些顏色的配置 這還好 再來就是我們的footer footer的話我們就去設定一個底色 跟我的顏色然後 讓它是置中的 所以我用takes a line 讓它置中在最中間 然後margin top的話 就是我希望跟上面保持一些空間 因為我不可能去設定一個 margin 10 auto之類的東西 因為如果設定margin 10 auto 我底下是不是代表我的footer 跟下面還會有一個空間 所以我只用了margin top 然後再來就是padding 就是我跟旁邊之間的距離 那我們來設一下footer 好 footer 然後我們去設定我們的background 等於僅555好了 然後color可能是white 然後text line可能是center 然後padding可能是5px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目前的網頁 它就會變成這樣 那你如果覺得還不夠的話 這裡又跟這裡緊零了 你可以看到我的footer跟這個灰色緊零 所以我們必須出這種margin來處理 10px 對它就有一些空隙了 那你又覺得說 欸這裡好像還是太擠了 然後你發現用padding又沒什麼用 我們就用line height 對你看它這裡就有一些高度在了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 其實在設計整個網頁的時候 我並不會執著說 我今天一定要用padding 一定要用line height 或是一定要用什麼樣的解法 很多時候是你當下的感覺 你發現說 欸這裡卡住了 或是這裡不是你要的 你就開始去做一些調整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超出了蠻多時間 現在11點37 對 但是 你如果要排一個這樣子的網頁 其實它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 對 那你可以看到 這樣子其實也叫做響應式 對 因為我們中間用flex的元素 如果有兩個排列 有並排情形的話 我用flex的元素 它就是 有一定程度的響應式 但是這通常不會是我們要的 我們可能到時候就是 這個東西它必須是排100%的 灰色也必須是100%的 它必須從左右變成上下 那這種東西 我們就必須用media query來做處理這樣 好 那應該就先到這裡